左邊這邊 由溫碧霞和關志斌主演的電影《墮落花》 這天舉行首映禮 提到電影入圍今屆香港亞洲電影節 隆重呈現環節 不知溫碧霞有沒有信心 憑這次的突破性演出成為金像影后呢? 我有信心 信心一定有 因為覺得這個角色很有得發揮 所以在演的時候覺得沒有想太多 只不過就是大家看完之後都讚我 已經打了個強心針 另外Kenny主演的另外一部電影《任性的你》 現在已經拍了三分之一 但竟然突然停工暫時復拍無期 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人們說黑仔 但我老實說真的沒有覺得自己很黑仔 反而覺得好事當磨 我覺得樂觀地面對 因為我知道中間是有點波折 不過我也希望最後可以 資金順利籌集到完成 我們整班演員也都被強心針導演說 我們會盡可能 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一定會抽回時間 我們怎樣都會去完成這步 為大家都這麼熱愛的作品 而日前好友吳千羽生日 千羽和Kenny就擺出親密姿勢拍照 還說笑自稱是高級情侣 不過千羽事後就留言說 和Kenny合照壓力很大 我們說扮演高級情侣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在高級餐廳吃飯 所以才扮演高級情侣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去低級餐廳 就會做一個低級情侣